我们来介绍什么叫做超导材料 我们举些例子 我们看电影哈利波特的时候 我们都会羡慕哈利波特 他拥有一把可以自由在天宫穿梭的飞天哨子 还有在科幻电影里面 驾驶一台持股车悬浮奔驰在马路上 所以生活在这种没有摩擦力的世界中 是什么情况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可以利用超导材料 来实现这些科幻电影里面的梦想 好那什么是超导材料 我们可以把材料依照导电性 可以分成导体半导体还有绝缘体 那所谓超导 就是指它的导电性超越导体 也就是说有些物质 可以在几乎没有电阻下流通电流的材料 首先在1911年的时候 荷兰科学家欧尼斯 他发现水泥的电阻在零下269度的时候 电阻几乎是零 水泥的电阻几乎是零 所以欧尼斯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诧异 而抱存着怀疑的态度 结果经过他反复的实验 证实检查仪器是没有错误的 所以他把这个结果取名为超导性 而具有超导性的材料就叫做超导体 所以他在191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我们先来看这里 所谓的超导体是指在特定的温度之下 像水泥在零下269度C的时候 会形成超导现象 它具有两个重要的特性 零电阻 跟抗磁性 所谓零电阻是电流在超导体内流动的时候 不会损耗 而可以形成永久的电流 而抗磁性也叫做反磁性 如果外加一个磁场在超导体上的时候 这个超导体它会排除磁场 使磁力线不能通过 然后因为这个现象 所以超导体才可以作为磁府的应用 所以一般大众所知道的超导体 是一种磁府的现象 其实除了磁府之外 还有一种叫磁悬挂的现象 我们可以看左边的图 永久磁铁在上面 超导体在下方 这个叫磁悬挂 右边的图 超导体在下方 永久磁铁悬浮在上方 这个我们叫磁府 刚提过的 某些材料要形成超导体 一定要控制在某些特定的温度以下 而这个温度我们叫做超导临界温度 这温度通常都非常非常低 所以后来科学家就一直在寻找新的材料 可以使这个临界温度再上升一点点 才可以作为实际的应用 后来在1987年的时候 怀疑科学家朱金武博士等人 他发明了著名的高温超导材料 这种高温超导材料 是用乙被同氧化合物 这个认识就好 这种化合物在零下183度C就具有超导性 我们用实用的角度来看 这个温度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自然界中可以取得液态氮 它的沸点是零下196度C 所以这个-183比-196温度还要高 所以代表说我们可以用液态氮来冷却 这个乙被同氧化合物 所以就会使这个化合物达到超导状态 而目前超导材料主要应用在我们高速电脑零件 因为要使它的电阻非常非常小 还有磁浮列车 还有医疗使用的核磁共振影像等等 所以因为超导材料 在未来我们电力的传输 还有做发电机啊 马达 医疗方面 还有高速电脑 磁浮列车 还有能量储存的转换 都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所以现在许多先进的国家 都在研究超导材料